接着我们先来绘制线稿 我们以笔刷为主 所以先选择笔刷工具之后 选择自己喜欢的配色 笔刷上色是以笔刷上色为依据 所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底色之后 把物件填色关掉 不管也无所谓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在第一个栏位上去做设计 在线稿图层上确定没问题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绘制 在绘画的过程当中 尽量不要让这里像有打结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反复多修几次 让线条越干净越好 那我们笔刷在绘制的过程当中 如果希望说线条都是平滑曲线的话 可以把笔刷昨天点两下之后 将平滑数值拉大 继续 那我们做完之后呢 笔刷出细不会永远都是只有单一大小尺寸 所以呢我们可以再去新增一个新的尺寸进来使用 在笔刷面板上我们可以按下新增符号之后呢打开来 我们预设只用的第一个沾水笔刷的尺寸是5 所以在沾水笔笔刷这边呢 我们可以再新增一个更小的进来尺寸 像是3或2 确定 这个呢我们就可以拿来做比较简单的装饰线 像腮红啊 眉毛之类的 完成它 好了之后呢我们会尽量把这个角色呢 放置到整个接近满版的部分 因为我们在绘制的时候感觉很大张 但是放到手机看赖体图的时候 其实比想像中还要小一些些